由高通報觀光局長落設定 以及中華館長都配合領域 會當今次兩年 臺灣定會相關單位同做成員 大家心心最忧 一簡單兩中的儀式 進行龍翔霞尾主燈的安做台電 天地重慶 三財定位 四季英明 那我們今天在鹿港的運動公園 將龍翔霞尾的主燈進行安坐 這個龍翔霞尾代表我們龍年的意象 希望我們臺灣的國運能夠 龍飛九天庇佑萬名 調車中定會最重要的主燈的燈造 慢慢調起來 就為阿嬤上興起跑的聲音 新中的安做儀式 的車來發載兩金很多 現時中華館政府對這次台灣定會 在六甲基板的調势 重要的安做儀式一萬省 也代表這名為龍翔霞尾的龍翔主燈 盡快到現身 觀光局長六甲 以及中華館長特派館 又以後龍翔在六甲的台灣定會 將會非常精彩的看法 我們有一些創新的做法 包括這個主燈除了是量體最大 我們用節能減碳的LED的燈 那麼裡面裝二十萬顆的LED的這個燈泡 應該是創有史以來最大的紀錄 是一個最璀璨亮麗的一座龍燈 我們歡迎大家在二月六號主燈開放的時候 大家來共襄盛舉 那同時今年陸港的台灣燈會 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台灣燈會 因為我們把整個陸港裝置成為一個燈城 兩年臺灣燈會在六甲 將會二月吹來開始 一直去辦到十九號圍寺 連續十四天的活動 在這裏有分装南北電区 各種好看的燈購電燈 最沒當初過就是這次 將會迪士尼樂園所帶來有個表演 將臺灣的鄉親不從從現在開始 將來幾個關小姐家紀 來跟六甲看燈會的行程 記者金粉酸 蔡鳳報道